9月15号 美国早前下发的华为禁令正式生效 没有B计划的华为正在面对从高端手机降维到手机周边的尴尬处境 华为将围绕鸿蒙系统HMS进行软件生态和系统的再总和 以弥补硬件受限的影响继续未来十年物联网的构想 因此一心难求的华为手机为了延长生命期和影响力 开始效仿苹果早期的饥饿销售方式 让高端手机价格水涨船高 因此有心人士在上个月中就已经开始囤积总值一千万元的华为手机 逃赌两星期内赚上三百万的梦想 问题来了 囤货华为炒作话题只是小商家的短线行为 大企业的未来咋办 投行机构浦银国际最近分析 极端情况下华为走下神坛推出手机领域 小米等中国品牌将拿下其70%的市场份额 而且竞争对手们其实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9月15号之后 OPPO连日向供应链追加订单 大幅度增加产量 全年生产量将达到1.7亿台 数据显示 OPPO自2017年以来 年出货量分别是1.12 1.13 以及1.14亿台 这次加单几乎翻倍了 明显就是要光明正大的抢占 华为手机留下的市场空白 这证明市场是残酷的 也永远都是此消彼长的 这本无话可说 华为的困境虽然引发了相当的寒蝉效应 甚至于海啸效应 但也敲响了核心技术 自制研发国家背书的集结号 其实从新闻的视角来看 华为梦断美国 其实只是中国企业 众多出海口的一个被堵上了而已 所以新闻继续通过不同别人的视角 深入简明的揭秘一下 中国科技硬实力当中 那些不为人知的 依旧韬光养毁中的一些秘密武器 或者说鸭箱宝贝 正如IMF 市银以及全球多家机构的预测 即便现在中美脱钩分道扬镳 到2030年 中国经济规模仍将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为啥呢 因为40年韬光养晦的惯性使然也 首先如果问您 中国科技突飞猛进的40年里 重头戏都发生在哪呢 只要您经历过中国40年的改开巨变 或者说清晨体验过那段熟悉的日子 相信您想都不用想 就会回答说广东 深圳 没错 正如媒体评价所说 当我们需要一把尺子 来衡量当代中国的精神刻度时 深圳是最毫无疑忆的选项 如果延伸一下这种说法 就是当我们需要一把尺子 来衡量当代中国的科技创新历程 深圳还是这把合适的尺子 1996年初深圳只有60多家高薪企业 而且其中产值过亿的高薪企业不过三分之一 如今深圳科创企业超过3万家 国字号的高薪企业更高达惊人的1.7万家 形成了强大无比的T型科创企业群 由华为 平安 腾讯 组成的HAT科技三巨头 更为深圳 这座中国的科技之都 带上了创新之冠 HAT更将5G通信 金融科技和互联网技术三合一 筑起了这座城市无远不借的科技想象力 国家超算中心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 国家基因库 腾城实验室 十一家诺奖实验室 以及国籍省籍市籍的重点实验室 工程实验室 等创新载体多达2600多家 工程师数量 从建设之初的两名工程师 到如今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106件 相比日本129 韩国45 美国43 深圳的科研产出质量 市场应用水平 以及科技人才储备 可见相当惊人 这些响当当的科研中心 高达上的国家闲头 以及相关的利害数据 恰恰揭示了一种源自冰山下的震撼 深圳 这个中国藏龙卧虎的创新之都 就是承载中国未来的希望硅谷 日本经济新闻著名评论家 中山纯史 曾这样感慨说 硅谷的一个月 就是深圳的一个星期 40年来 深圳速度不仅一次次的领跑中国 更有可能帮助中国 再次突围而出 全国人大代表 腾讯一哥马化腾 曾向两会提交过7份书面建议 其中包括一条连续数年的古董建议 就是打造粤港澳世界级科技弯曲的建议 世界级科技弯曲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中国的硅谷 硅谷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美国可以持续打压中国科技界的火药之库 信心之本 今天中科院院长白春理说 面对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的打压 中科院将把被美国卡脖子的项目列为科研任务 用未来十年进行部署 集中全院力量攻关 个人感觉吧 北京盛在垄断大部分高效资源 但创业基因没有深圳好 深圳可是真正的自由市场 资深的创新基地 硅谷模式才是中国科技反前置的真正希望 明天新闻将继续就这个话题深入探讨 敬请留意 好了 新闻今天就讲到这 如果您感觉中国需要硅谷 欢迎在评论区中打入一字 如果您觉得中科院是中国科技的希望 欢迎打入二字 如果您觉得不治可否 欢迎打入三字 新闻欢迎各位多多点赞 多多转发 多多赐教 我说中国赌的是深圳 深圳赌的是华强北 华强北赌的是明天 新闻的脑袋里居然同时闪过了两个藏身深圳 却又堪称经典的世界第一 是否同样预示着中国科技的神秘力量和北洋未来呢 2020年9月17号 李新闻与您一道 诗和远方 如果您已经点赞 您就无需考虑点击铃铛 因为新闻每一天天天在眼前 如果您已经评论 您就无需考虑点赞支持 因为评论每个字 字字是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